Hello,大家好,我是熊儿,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 熊儿这两天没有更新饰品 因为这两天小花和小伙去小弟家去帮忙收玉米去了 我呢在家里面带阿发 然后最近由于我个人的原因 断续断了两天的这个视频 今天阿发又要开学了 所以今天要带阿发去县城上学 小花和小宝还没有回来 看我的女儿特别乖 这里有一只狗 然后下面还有我的妹妹 还有我夫妻都要去县城 妹妹阿 今天早上回来了 前两天跟着小花去小弟家去帮忙去 然后今天一早就回来了 现在要送他们去县城上学 啊 啊 不上 走 看 好了 上车 开始抓东西了 然后准备厨房去县城 爸爸 嗯 要到车子也到 走 嗯 现在准备出发去县城了 哇 今天早上五点钟 就下雨了 到现在还在下这种小雨 不知道路上堵不堵 希望不堵车 这些大车一来就得堵车 嗯 今天我天气 那个都不一样 天色都不一样 黑漆漆的 不计下午要下大雨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到县城 然后学话还要回来 到山上去 去姐姐家接妹妹 小妹在那边 所以要路过这里去接妹妹 一起去县城 这个路有点险啊 下面是学阳 这些孩子现在开始去上学了 哎 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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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刚打电话叫姐姐带妹妹下来 结果姐姐说杀了特猪啊 所以要在城市里买点糖 买点酒啊 去姐姐家 给那个邻居小朋友吃啊 我们这边特别喜欢喝酒 买了五姬白酒去啊 买了五姬白酒啊 来 再买了这些 买了这些 买了好糖 买了十包糖 买了十包糖 然后买了五姬白酒 现在准备出发去姐姐家吃热乳去 买了 看这边的安置房 都是这种 还是住在农村好 什么都能做 现场 感觉没有地重 那些还是比较不习惯的那种 然后姐姐家已经杀了猪了 不然给大家拍视频 但是不好意思去拍 我在这里 你把你拍照 我的老婆不带来 我把你拍照 那么你拍照 你会拍照 你有没有拍照 你拍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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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现场 还有十多公里 今天在这个 这个竹鎭镇改集 人特别的都把这个路都堵死了 到处叫的到处卖的水果 今天正上什么东西都在卖 到处卖卖村的安置点了 阿发还有我的两个妹妹 爸爸呢从那个路口下车回去了 然后熊二把车踢在这个提车厂 所以县城真的特别的冷 去那个家里面看一下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回学牙村 本来今天熊二下午上学牙村的 但是今天在路上 搭配了一线时间 然后姐姐家杀猪给我们吃 所以搭配了一上午 所以可能熊二明天早上才能上学牙村 今天只能不上脚下了 好冷啊 照觉县城这两天变冷了 天气一下子变冷了 所以特别的大 风雨特别的大 中文字幕——YK